我现在想要跟各位分享 如何在网路上找到我们的教学影片 找到我的教学影片 例如说假设你今天想要学 Office2010 那当然 影片放置的位置都是在YouTube 所以我就先到YouTube 到了YouTube之后呢 因为你要找我的 你要找我的教学影片 那当然关键字 你可能就要输入我的姓名咯 像今天我们教各位的内容 可能明天后天 你要等到假日的时候 我会比较有空 我就把它剪好 放在YouTube上面 那我们还是可以搜寻看看 例如说Office2010 就是假设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 是Office2010整合应用 那你就把这些关键字都打好 你看在这个地方 我2014年有做这个教学影片 你看 Word的标题传送到PowerPoint的有印象 早上我们教你的第一招 就在教你这件事情 当然你可能还要先学会 如何去把范例 从网路上抓下来 好 那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 你想要找那种 一整步 就是很多个小时的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透过一个筛选器 来去做筛选 例如说 我想要超过20分钟的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全部列出来都是超过20分钟的 例如说 你看我这边 Office整合应用 4个小时 33分 42秒 好 例如说 你就可以看这样子的一个影片 点下去 好 那我就不播放那个声音给你们听 我只是说 请你们到时候 可以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 帮我按个赞 你看 还是有人按不喜欢啊 这个网路的世界 没办法去控制别人 甚至 甚至我最近 最近 我在做大数据分析嘛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所有 所有的相关影片 你看哦 当点选 孙在阳 点他 然后 你看 我现在的一个订阅人数有3500 如果可以的话 你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我有一些 新的影片 你就会收到讯息了 所以你可以点这个地方 去观看 比如说 点选我的影片好了 这就是 这就是什么 一天前 我放上去的 过得文书处理 提升工作效率 第四 第四课 那我就在教 统一文件 样式 目录的制作 封面的制作 等等这些 好 那甚至 我觉得 因为有很多我的 就是观众 他可能 对于 就是说 收到诈骗 信件 好 如何去提升 他们的辨识能力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所以我就真的 录制了这样一个内容 希望就是说 我的一个学生 能够面临到 诈骗信件的时候 能够辨识得出来 好 千万 千万记住 这个信件 特别特别 要请你们注意一下 这个信件里面 都会有附加档案 或超连接 千万别点那些内容 因为都会变成 他们的一个钓鱼 就是落入陷阱的地方 所以请你们 特别特别注意 好 这就是如何找到 我的教学影片的方法 就提供给你们 参考一下 那你们回家的时候 你等一下也可以 可以找找看 有没有 Office2010 我个人是有这个习惯 例如说这个 我看到这里面好了 然后去找播放清单 你看我的播放清单 Office2010 Office整合应用 这边有57部影片 然后 你去看第一部一定是很长很长的影片 然后第二部开始 就是我把这个四个小时多的影片 剪成一小段 一小段 例如说这部影片8分钟 这部影片6分钟 四分钟 三分钟 好 那建议各位就是一天学一部影片 就是这是第一 然后第一第二 然后接下来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按照这个顺序来去把它学习完毕 这样对你的学习 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帮助 可是为什么要 我为什么要剪成这样子小小的影片 是因为方便你去查询 Office整合应用是不是很多内容 那你也可以直接在里面去找啊 例如说我想要去找 像我们早上教的 Word的标题 然后传送 传送到哪里 PowerPoint Enter 你看是不是就可以快速的找到这部影片 所以我不希望给你是一个很长的影片 而是方便你在复习的时候 或者是当你在查找功能的时候 能够找到我这部影片 好 那我想我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 能不能找到我的教学影片